在吃穿用度上面 周环传都非常惊得起观众的 拿着放大镜去进行一些考量和探索 为什么在泰国中国电视剧和中国电影这么好 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泰国和中国就是一家亲 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心社中心网 东西问中外青年对话 透过东西对话展现青年力量 这几年来国产电视剧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是越来越高 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从零散到批量 题材也从最早期古装剧的一支独秀 到如今是悬疑剧 家庭剧 主旋律年代剧是多元题材全面开花 在这背后折射出来的是中华文化元素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 在众多的作品当中有这么一部神剧 他开播十一年在互联网上的热度持续不减 甚至网友们还拿出这个放大镜对剧集逐针进行解读 还出现了很多的表情包金剧 成就了一大批的真学家 这就是后宫甄嬛传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青年演员甄嬛传的主演《幻碧的扮演者》 蓝盈盈在线对话 来自泰国的华裔南京大学的博士韩冰 一起来聊聊这些年我们追过的甄嬛传 欢迎二位 盈盈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的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主持人好 韩冰老师好 我是演员蓝盈盈 在电视剧《后宫甄嬛传》里面扮演幻碧 哈喽 欢迎二位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啊 我知道这个盈盈应应该说在这个剧当中演的这个幻碧的角色 从你自己的角度就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个剧现在还这么活 它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作为《甄嬛传》的一个主创人员 我也真的是非常高兴 就是这个剧开播11年了 然后每一年大家都在看 然后每一年它都会有很多人给予这个剧 以及我们不同演的角色的一些反馈 我们看了心里都很窩心 可能会有一些原因吧 最重要的是它其实是很好的 在传达我们的传统文化 在吃穿用度上面 《甄嬛传》都非常经得起观众的 拿着放大镜去进行一些考量和探索 在吃的方面 我之前看到一个帖子 就是盘点《甄嬛传》的那些美食 然后什么梨糕啊什么的都非常的精致 而且历史都是有据可查 还有包括就是我们在里面的一些美术的道具 比如说古代人 我们梳子没有梳子是壁子 大家都是非常讲究的 就是真的是跟古代的是一模一样 还有包括大家在手里的那个暖炉 然后也有包括现在非常流行的美妆 其实在《甄嬛传》里也有体现 比如说什么远山带啊 什么的那种眉形的画法 就我觉得就除了在价值观 比较符合当代人的一些价值观方面 还有的确我们在主创 在制作这部片子的时候 的确是很用心很用心 你在这个海外的时候 也是看这个剧非常多啊 我们也很好奇 在泰国像对这个《甄嬛传》了解的朋友多吗 多啊 后来就变成一个公斗传了 因为十一年前 中国《甄嬛传》刚开播 我是在泰国最早写关于这个播客 后来我一天有人看几百万 我也想不到泰国这么小的国家 有人看几百万点几量 挺多的呢 在泰国啊 然后后来 通过《甄嬛传》 后来就有很多博主 开始写关于中国后宫历史 宫廷历史 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大的群体 从《甄嬛传》就变成《卢异传》 还有《严习传》等等 很多的 最后就变成差不多宫斗一样 比如说我就是很爱《甄嬛》 所以我就代表《甄嬛传》之团 像荣耀你作为一个演员 那从你怎么看这些年 这么多不同类型的电视剧 能够受到海外的这样关注呢 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 文化自信嘛 现在很多中国人的创作者 大家也是在创新 大家也是在很有信心 然后在往外去输出 自己的一些价值观 也得到了很多的认同吧 我觉得全球的就是观众 其实都是可以在不同的作品里面 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的一个认同感 就像是《人世间》 我不知道韩冰老师有没有看 对他前段时间呢 在中国非常的火 他是中国一个现实题材的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题材的剧 他说的是我们这50年 就是中国老一代的 应该是我外婆外公那一代 我以前听过 但是却不曾关注的一些历史和文化 但是现在却出口海外 而且也得到了很好很好的收视率 我觉得真的是中国人的 这个文化自信心上来了 然后也让大家能够达到一定的共鸣 咱们现在确实有很多的这种 中国的剧受到海外的关注 但确实呢 在现在可能一个这种 咱们中国的剧距离一个全球的爆款 还是有很长的一个距离 韩冰老师您怎么看呢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先说 其实中国电视剧 中国电影 这些东西都属于软实力 Soft power 其实如果你想让一个国家 有很大的软实力 可以把自己文化 各种各样的方面 包含电视剧 电影等等 到全世界有什么秘诀 其实就是要看如何 和孙玄软实力 有很多理论解释 其中一个最重要就是 人会感受到其他国家的文化 我提一个例子 为什么在泰国 中国电视剧和中国电影这么红 其中的原因 就是因为泰国和中国 就是一街心 我们了解关于中国文化 所以我们看中国电影 我们看中国电视剧 我们一看就了解 如果你了解 那当然 肯定很容易就受红 是吧 所以我感觉 电影电视剧 甚至广告 其实对两个国家 或者是很多国家的关系 非常重要 因为它就是一种 一个非常重要 温柔温暖的联系 叫什么 桥 对 桥梁